老板我想卖点穿甲包 如何如何的给我抖给点 我跟你说我现在省了一分钱都没有 那么可怜啊 确实这抖里面现在省五分了 但是你可以放心 这抖里面是我自己的 你看这两块银银是我的嫁妆 然后另外这一个是 安婆婆给我的穿甲包 这你叫这个嫁妆和穿甲包都卖了 就是为了抖着赚点钱吗 我给你小爸白提了 我给安老公结婚半年了 安老公以前走过来说都不是这样 然后就结完回来之后 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抖里面不让我装一分钱 可能你长得太漂亮了 他没有按钱干 你都不知道花一点钱 任何花什么都得给他去要 要完了之后 他再问你改啥用的 然后你得一点一点的所有的 还得给他保障 那你这个老公现实容 要么是口闷 要么就是对你不放心 对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 他真是拿我 主要我感觉呗 我现在都是 他都不拿我挡一点的 处处都是 对你抵方是吧 对所以这出去方着呀 哪有所不让赚钱的呀 对不对 那是那是 平常没点手 我什么才想啊什么嘞 你没有点钱 那是那是那是 我能明白 所以说这个女人啊 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份工作 你主要是太依靠她了 我先看看你这极样的东西 好吧 好 这个是能婆婆给您的穿甲包 这 她告诉您是 什么材质啊 紧雷的 我说 然后说这是 好 黄婷 穿下来的 穿好 好 好 好几本了是吧 然后我说 她打算给我了之后 我都有点不相信 因为 就是我看现在 就我们买的 紧戒子 响亮之类的 是吧 她的颜色都不一样 然后我还问婆婆 然后婆婆说 就穿好 几点 然后老紧 能比现在的不一样 你等于说是 你也相信了 是这意思吧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 就像您拿这个 紧铺上 这个东西是 显代的艺术品 你没有黄金 颜色 就像你刚才说的 颜色不一样 而且它的 鼻重还不一样 再仔细看看 这个东西 咋说 材质 也算是通吧 也算是通 这个也没有 国具的老气 这个东西 说实话实说 也算是 现在的一个艺术品 只能在家里边 等个白色 你那艺术是家类 对 这个是家类 连黄金 连黄金都不喝 这些东西 家类不能再家了 所以一言家 没事 你自己能拿 你自己放过 好不好 我肯定不放 我跟你说吧 我原本 我想怎么拿过来 就是卖了钱 我出去 就是出去转转 上下行 回来 要是能赏粮 能过 还过是吧 你这 他给我家来 我家给我家来 我家来 不能再给他过来 还治个凶样子 拜承计 再看你这两款音乐 完全没问题 都是一言凯门的 这个是大情 审班 我也把处晕了 而且还是一个 无财宝奖 蒸踢 没有壳 没有赏 还不错 六桶亨记 是有那么一丢丢 但是就像这一块的话 我能给到你 起钱 看吧 看啥娘娘这边考古 这个营样呢 就便宜了 因为这个营样 是属于墨西哥的营样 在国趣啊 因为它的含音量 稍微高一点 大家都比较喜欢的 但是这个价格 一直没有起来 所以说几十钱 那你卖的话 最多给你开四百块钱 四百 因为上面也带锅 有六桶亨记 这个起钱四 还有这个 你假的这个 所谓的穿甲包 这个东西 其实我刚才 不应该给你 告诉你整家 这个东西 扎手 你拿回去 还换给它吗 那肯定 我拿回去 还换给它 那隔着还 连球带片 还给我穿甲包 夹完一 这两块银银 我可以给你 摸摸着手下 因为这银银 这个东西 咱说硬同活 还有一个 就是像你所谓的 结婚 多长时间了 半年了 其实每个人 都有这个缺点 这个结了婚之后 既然走着一期 要相互离结 有啥困难 有啥不得劲呢 你可以 你们俩赏量一下 就像谈恋爱的时候一样 不要毒气 你说这 是一部相爱 关键是 就这么长时间了 他一直都这样 要不这样吗 要不这样 你也把东西 给它拿回以后 这几个东西都 比箱不熟 能在实在日子 再赏量 不行的话 我倒是再熟 好吧 那走吧 谢谢你 不关键